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认为 如果没有导致第七任首相马哈迪辞职的喜来登政变 就能够避免之后一连串的政治动荡 苏丹阿都拉也感叹 在他担任元首期间 三年就换了四个首相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今早为第十五届国会第二季第一次会议开幕 他发表施政欲辞职表示 他2019年出任国家元首之后就经历了许多事件 令他难以忘记 元首接下来的一番言论更引起议员们哄堂大笑 特pahat dalam sejarah negara bahawa Beta adalah merupakan satu-satunya yang dipertuan agung yang telah diberi keafiatan untuk memerintah negara dengan empat orang Perdana Menteri 原首也回忆他出任元首后 三年内面对政治动荡 及见证四个首相 全国大选和玄之议会的局面 pada pengamatan Beta Turu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